各位家人们平安 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到祂的面前 一起来敬拜 示奋祂 我们一起来现在祷告 父神 我们向祢感恩 主日的清晨 我们再次到祢神的座前 我们来敬拜祢 示奋祢 包括主 祢的荣光充满圣殿 祢的灵与我们同在 以至于我们可以欢喜快乐 荣耀祢自己的名 祢恩高祢孩子 高谋祂的口 按着正义封解祢自己的话 也愿祢的话带着生命 带着能力 分分复复造就祢自己的百姓 余下的光阴恭敬 遥望交托 使奉祢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很感恩我们上一个礼拜 迎来了我们的宣教年会 我相信戴牧师给大家带来的信息 大家还是意有未尽 不过他确实 我是觉得他讲很多的 将他的家族 在中国所做的很多的事情 一杯带过 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说 这些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 甚至来到我们的国家 连语言都不通的 然后甚至一条腿还要被人追着 拿石头砸的 这些人 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国家来 甚至在当时呢 我们要知道 谁教外国人学中文 杀头的 对了 而且这本和和本圣经 很有意思的是 完全不懂中文的宣教识 和完全不懂英文的中国秀才 偷偷地翻译的 所以在这中间我们要知道 如果这位神不是真的 这件事情能成就吗 还有我们也知道 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 教科书上讲的那些东西 然后我自己也稀里糊涂的 所以读书的时候 人家问我说 你是基督徒啊 开玩笑 我妈信我才不信 当然在中间里面 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其中有一个 就是让我非常困惑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的信仰到底在表达什么 我从小是在教堂里长大的 但是呢 也许我的思维跟别人不一样 我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思考死亡的意义 但是在教堂里面 我从来找不到 也没有人告诉我 生命之后的生命 到底在干嘛 然后我听了很多 新耶稣有平安 新耶稣有喜乐 新耶稣有富足 上帝会赐福给你 我一听我就睡觉了 坦白地讲 对于我来讲 我当时有个念想是什么 我只要好好读书 这些东西 你讲的东西 我唾所可得 因为这些东西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困难 不过呢 我从小就比较调皮 就不好好读书 我外祖父一再三警告我 你不好好读书 你将来会很辛苦 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 所以我的隔夜是六十分万岁 多一分浪费 少一分残费 所以从来就不好好读书 所以调皮是要付代价的 那到了后来的时候 我在思考 离开教会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我基本上是不承认自己的基督徒 自从我父亲过世了之后 当学校里的老师告诉我说 人是猴子进化的 人生在世上就是好吃好喝的 然后好好的享受 然后死了 你就啥都不用管 那时候你不用需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坦白地讲 这些东西很轻松的 我经常说 死了死了 一了白了 当我父亲2000年过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就不是死了死了 一了白了了 所以有些时候人是很奇怪的 割不到自己的肉的时候 很轻松的 对吧 什么可怕的 人嘛都是这样 谁不死呢 你看这个伟人江山打下来了 还不是一样死吗 讲得很轻松 但割到自己肉的时候 那个就 从内心发出来那种痛 你就不得不去思考 能这么聪明 真的就这样 漆漆残残地死了吗 所以当我自己在读传道书的时候 传道书其实是一卷很好的书 有机会的时候 我想各位要抓一点时间 把传道书从头到尾 好好地读一遍 其实传道书 坦白地讲 如果我们不是带着敬畏神的心去赌 赌完了 今天我送你两个字躺平 为什么这么讲 那是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你说这个所罗门一生 九五之尊 是吧 智慧超越当时时代的人 很多的人都来听他的智慧的演讲 那他到了自己最后的时候 你看 中间有一段时间他离弃上帝 然后他把自己搞得很糟糕 然后自己又被上帝责备 甚至连王位 国位都失去了 他到了往年的时候 他在思考一些事情 我追求的这些东西 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价值 其实他最后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日光之下的一切 是虚空的 是荒谬的 这是传道书的核心之一 核心之二 说日光之上 人生是有价值的 那日光之上的人生 到底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意义 那人如何突破日光之下的局限 回到日光之上的智慧 两件事情 第一死亡 第二苦难 一讲到死亡和苦难 可能很多的基督徒 包括我们 特别我们华人 最不喜欢讲死亡 对不对 甚至有一些人不讨论死亡 甚至我们在一些职场上的时候 人家会讲说 你今生过还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讨论那些事情呢 坦白地讲我们的中华文化 是叫早熟文化 什么叫早熟文化 就是说我们发展了很好的人文文化 却没有发展超越文化 这是很可悲的 如果一个文化 它没有超越的文化的作为一个根基 那你底下的文化 世俗的文化 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困惑 人在这里面是找不到出路的 所以你去读中国文化 你有出路吗 没有 陶月明的《桃花园记》 你读到最后是什么 那是一个梦 对吧 那中国的人间有什么盼望 没有 一曲梁柱 最后你看到了什么 以凄凉 作为人生最后的盼望 所以中国整个的局面 文化 他是很凄凉 因为他没有盼望 那回过来 所以人很奇怪 在永恒当中没有盼望的时候 他一定会今生抓住两样东西 什么东西 权力和金钱 这是悲然的 如果一个人 他知道生命的意义 知道永恒的意义 他对今天很多的事情 他的看法是很正面的 当他不知道生命的意义 和永恒的意义的时候 他看很多的事情都是唯利是同 所以这也就是今天中国所面对的一个极大的问题 我看一下我那张图片 那个秘书把我改了没有 那张图片是有那么一点点 给我自己找麻烦的 后来把它改了 我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我看一下我改了没有 等一下再回来 OK 改了 谢谢 那个是我 08年的时候去中国的河南 有个叫南间村 我看到的那张图片 看了之后 我前面就不讲 我只讲中间也讲 某某人不是神 某某人的思想胜过神 我当时看了 我傻野了 你知道吗 真的 而且他的定调是很高的 简直就是神般的存在 所以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悲剧 和一个整个民主的悲剧 我们把一个人去定位到一个神的高度 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台湾来的应该知道 这张图片在哪 你知道吗 这张图片在哪 花莲 台湾的花莲 这不是中国大陆的 台湾的花莲 然后那个名字 那个县长叫什么名字 他把它涂了 后来被台风挂了 然后这个牌来要折断 这个全都塌了 你说人疯狂不疯狂 人定胜天 可能吗 你连死亡都胜不过 你怎么胜天 当然这个是问题很 长久都存在 这个是一个书法 然后这句话出自哪里呢 是出境东境的一个人 我命在我不在天 环丹成经亿万年 你已经知道前面在讲什么 命运的抗争 后面在讲什么 恋丹可以成仙 所以中国一直 所以这句话实质上是很矛盾的 你知道吗 第一个他说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但是你还靠丹药来延续你的生命 如果你命真的掌握在你的手中 你为什么还要考验丹药呢 这个是一个道家的 这个人是一个东京的道家道士 所以你看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其实中国到今天为止 华夏民主 华夏文化到今天为止 生命的意义是没有思考明白的 这也是导致我们今天 特别是基督徒 在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 说实在的 我自己观察之后 我是觉得 为什么我以前说我妈信 我不信 其实是有一些问题思考 因为我已经讲过 我是在教会长大的 然后教会内部的很多的东西 我是很清楚的 特别是男生 男生不容易信耶稣是有原因的 我已经讲过 教会里面讲的那一套 什么福啊 平安啊 喜乐啊 只要我不调皮 我都可以得到 那反过来讲一句话 你说今天信耶稣 可以得到这样的平安 那样的平安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19年的COVID-19到现在 你又没有发现 教会有一种现象很少见了 什么现象知道吧 都不知道 都不关心这些事情 神医大会 是不是 今天教会很少讲神医 神治 是吧 那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你现在有能耐 你出来啊 你自己看看 你按手啊 你让那个COVID好啊 对不对 这是真金白银啊 这是真刀 真刀真枪的火呀 是吧 那为什么以前 没有面对重大的 这个灾难的时候 大家可以信口开河 可以 可以 随便地讲呢 也不需要验证嘛 对不对 你增加东西不需要验嘛 你就随便讲就好了 讲完了一句话 你得不到 你没有信心 好 现在我有信心 你帮我医一下吧 好多的时候 你说现在有谁 不盼望自己 不得COVID的 很多人 对不对 所有的人都不盼望 都盼望自己不得COVID 但是COVID是真实存在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今天 我们有些时候 我就说 年轻人为什么 慢慢地离开教会 两个大的议题 第一个议题 就是你们不懂我 所以我以前离开教会 就是因为就是说 你们讲的东西 其实不需要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说我想要的东西 你们给不了我 所以叫你们不懂我 就是教会不懂我 所以我不愿意在教会 第二个就是说 你们讲的东西 是我不需要的 所以这两者就会造成 年轻人离开教会的 一个张力 所以今天教会 一定要说 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很多东西 比如说在美国 LGBT 你是逃不掉的 你今天接下来的 政治的事情 你是逃不掉的 教会怎么看 所以我们需要 有个智慧的眼光去看 不是说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不好 这个那个不好 你这么一讲的话 年轻人一听 一转身就离开了 真的 真的 我以前就是这样 一天我一转身就离开了 然后我也不想跟你变 因为我觉得 这些东西 你们根本就 你们的思想太低了 我现在才发现说 那个不是我们的思想太低了 是我自己不了解圣经 我透过了解圣经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我们的圣经 坦白地讲 所有的议题 圣经都有答案 都有方向 只是说我们愿不愿意 花时间和付代价 从圣经当中找答案 坦白地讲到今天为止 我的信仰还有很多很多 我自己不知道的困惑 然后我慢慢地揣摩 其实我每次提出一个疑问的时候 我一定有做两件事 第一个好好祷告 第二个我一定要回到圣经 我要看圣经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如说死亡 圣经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如说罪 我们先跳一下 等一下我也会讲 比如说好人有好报 恶人有恶报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好像不是 等一下我们的圣经也是有答案的 事实上确实 好人不一定有好报 恶人不一定有恶报 在今生 在今生 我们慢慢地来讨论 所以这也就是 我今天要跟大家思考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作为基督徒 我们真的要思考 如果我们只有今生短短几十年 我们为什么不吃喝快乐呢 苦哈哈的 过这种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我们明明有能力 我们明明有条件 我们明明可以有资本去享受今天的宴乐 但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不可以 那短短的几十年 我们这样苦哈哈的 然后一生就过去了 何必呢 但如果说我们的生命 是有一个更长远的上帝 说给我们更永恒的 那今生的投资就有价值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地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 有珍宝对不对 那你干什么 怎么做 你会变满所有的 偷偷地把这个地买下来 对吧 我们都是聪明的 很多人都是做生意的 有没有一个人说 您知道这个生意是亏的 一定会投 不会的 一定不会 我们一定知道这个生意一定会赚 只是说后来有些事情发生 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们的前提是一定能赚的 我们才去做 我们才去投资 所以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为什么不愿意花时间和付代价 在信仰上投资 实际上是 坦白地讲 我是觉得我们的信仰是过于宗教化 宗教化之后 所以我现在每天礼拜一到礼拜四 我都在那个大布林的那个 adult school学英语 希望提升自己的英语 然后我遇到几个一起学的那些人 然后他说 你是基督徒 我说是 那些不就是信他就有 不信就没有 所有的宗教都是心里安稳 说是吗 是吗 我说你别讲得太快了 OK 当然因为是刚见面 我们也不需要跟他讨论太多 慢慢来以后还是有机会 所以那这里面就让我有一个思考 这个思考是什么呢 我会 这怎么跑过来了 应该应该是电脑的字体的问题 不是我 我的PPT不会这样倒过来的 OK好 那所以说我们 第一方面我们讨论一个死亡 其实死亡是极具智慧 而且死亡是神给人的一个极高的智慧 人若明白了死亡的意义和价值 其实你今生一定会过得非常的积极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很简单 比如说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有一个终结 然后今天比如说我们看到 就是亲人跟亲人之间 为了一点点利益 甚至为了一点点的好处 然后闹得不可开交 脸红而至 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说我知道我今天所掌握的那一点点东西 将来通通都不在我的掌握 我何必把兄妹的感情搞得那么糟糕呢 如果说死亡会让一切的努力和一切的成就 我们一切用勾心斗角获取的东西 都会变得义无没有意义的时候 我今天干嘛要一带降向万古窟呢 这是要思考的 你为什么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权利 让那么多人跟你陪葬呢 你到了最后 你手上沾满了血腥 你最终也难逃一死 那何必要搞得大家都没有一个深的希望呢 我们要退过来去思考 如果说死亡让我们 对一切都归零的时候 那今生我们就要看淡很多的东西 但是这看淡不是坦平 反而是有更积极和意义地去活出今生当活的责任 所以这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很难去探讨的 另外一个死亡让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 我们无非是人 所以人定升天 你到了最后你胜不过你自己的死亡 所以人在唱高调的时候 人在宣告自己的时候 应该是说2020年 东北有一个高中 因为疫情的缘故 然后高考取消了 然后那些孩子回去的时候 然后我当时看了那个抖音的视频 我真的为这些孩子感到可怜 你知道吗 关了 然后不能再高考了 然后离开学校之间 他喊了一句话 就是刚才那种 我命由我不由天 哇 十几岁的孩子 这么狂妄 将来他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我们真的要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如果说今生 比永恒长 坦白地讲 我们就好好吃好喝的吧 你该享受的就去享受 有一个人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说美国人是 人在天堂 占在银行 就欠占欠银行 不管了 死了就不管他 华人是 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 多悲催啊 有些时候我想想也对 我们华人那么聪明 那么勤劳 占了一大辈子 那天你没了 银行会把钱给你吗 进那时间中国大陆的那些银行 你都知道 对不对 你到哪里去讨钱去 跟你半毛钱都没关系 是吧 你有能力还能拿点钱 你没能力 啥都没有 传福音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碰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很不喜欢这个论调 你知道吗 这是赌徒的心态 我希望我们传福音 不要用这种方式 你这种方式跟我传福音 我真的不听的 大家应该听到 如果有上帝 你也信上帝 那你上天堂了 对吧 这是跟你讲的第一句话 如果没有上帝 你信上帝了 你没有什么损失吧 坦白在想损失很大的 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损失很大 如果有上帝 你不信上帝 那你下地狱了 你损失很大 因为你失去永恒 还有一句话说 如果没有上帝 你也信上帝 那你没有得到 你没有损失 好 有人说 智慧的人应该选什么 我选第一嘛 至少我压保压对了嘛 这样的心 你要信吗 我是真的不相信 为什么 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你知道吗 顾哈哈的 然后这个传道人 还经常被人当乞丐一样看 本身应该可以好好享受的 也可以过一点点舒服的日子的 然后就顾哈哈的 你说精神短短 我们就说别想太多 走得健康 吃得好 按八十岁来算吧 对吧 现在我已经逝死了 还剩四十年 你说我苦哈哈的 过四十年有意思吗 然后四十年过后 我啥都没有 然后你告诉你 忽悠我来信耶稣 然后到了时候 死的时候 我见上帝没有上帝 其实我个人的揣摩 我现在都是在讲个人对信仰的揣摩 其实这段说法 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没有把握 所以我们不敢讲得很确定 你知道吗 所以不敢讲得很确定的时候 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投资 我们也不敢愿意 不愿意在信仰上付代价 但如果我们对信仰有一个全备的认识 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整全的认识 实际上第一条就够了 我可以完全把这个话 有上帝有天堂 我们信就上天堂 不信就下地狱 就这么简单 你信不信 没有什么信和不信的选择 路就摆在那里 信只有永生 不信的什么 就已经定了 那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时候 人用这种方式呢 说实在的是因为我们 我自己在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 谈道的时候 我真的能体会到 因为我们学艺不精 人家问过来很多的问题 我们回答不了 所以我们退其次而求之 然后就告诉他 你可能会有50%的胜算了 对我来讲 我不要50% 我要就要100% 因为代价太大了 所以后面那些红的都是我自己加的 如果花时间在没有把握的信仰上 好好享受精神不香吗 香不香 很香啊 但如果说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是有真实把握的时候 那我们就义无反顾的 那我们就义无反顾的 全力以赴的 在这个信仰上投资 因为那是关乎到永恒的 我们今生所付出的将来 是上帝是要给我们发工资的 真的 将来 今天我们吊儿郎当 将来你发工资的时候 你少了 你会垂心顿足的 你现在觉得说 无所谓 你们光大一点就大一点嘛 我跟你讲 你今天是无所谓 到了时候你就有所谓了 早知道当时好好爱主 你会回不当初 真的 那个奖赏就是永恒了 不能改的 所以想清楚 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有必要去讨论这段圣经第七章 第七章这段圣经其实真的很好 他说 名誉强弩美好的高友 人死的日子 胜过人生的日子 如果我们不细细地去揣摩这段话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传道书 你在讲什么 你在讲什么 其实他做了一个比喻 美名和高友 高友再怎么招 他有一定的时间的保质期 比如说姐妹 有一些姐妹喜欢香水 对不对 那你那个香水 你是有一定保质期的 你喷在身上的时候 哇很香香喷喷的 但是你有一定的时间过了 这个香味就没了 但是呢 他说人的美名 人的美名 他实际上比香高的日子要更长久 比如说你在这个世上 你真的是说 你有美好的品德 实际上人是还是可以纪念你好几代的 所以说高友虽好 但是他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制 但是人的美名比高友更重 更重要 那所以在这里 他实际上要比喻一个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是短见 所以我们以为今生活的短短的几十年 就是人生的全部 人生的一切 所以我们不停地抓 实时地抓 但是他传道书告诉我们错 不对 因为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比今生更长 也就是传道书实际上说 人死的日子胜过 人生的日子 他在这里讲一个什么事情 因为死亡之后的生命 才是永恒的生命 他实际上讲到这个事情 所以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们看待死亡 不是一个消极的 而是什么 而是一个积极的 而是明白一个更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耶稣跟玛利亚讲的那句话 大家还记得吗 他的弟弟拉撒路死了之后 然后玛利亚来接受 他说主啊你落在的时候 我弟弟就不至于死 对吧 那耶稣跟他讲的就是什么话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被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怎么样 被永远不死 但是两千年以来 信主的人基本都离开了 对吧 有没有人是耶稣时代活到今天的 没有对不对 那耶稣又讲说 凡信我的人永远不死 在讲什么 其实就在讲永恒的生命 就是说永恒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信主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进入永恒 进入永恒 这是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信仰时候没讨论的 忽略的 所以我们就讲很多的今生的时候 以至我们的信仰走偏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不乐心 原因是什么 其实在做的 今天在做的 在这里做的 坦白地讲 所有的人都非富其贵的 是吧 今生对大家来说 其实差不多也不错了 你觉得还有什么吸引吗 如果自讲今生的话 我觉得对大家的吸引力不大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 获取很好的自己想要的 那你再想往上爬呢 你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相信这很困难 对不对 你到九五之尊 其实九五之尊也很辛苦的 对吧 你现在骂声一片 对不对 没必要 没必要搞成这样 然后自己人心惶惶 是吧 所以他在这里讲说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所以如果我们能明白 生命的死亡 今生 陆生的死亡 是众人的结局的时候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 就会大有智慧 就因为今天很多的人 福作非为 为非作的 比如说前段时间 那个唐山的 那个几个恶徒 殴打女性 太low了 对吧 几个大男人 再怎么招 你也不能出手这么重 对吧 为什么要这样 为非作逮 所以台湾大学教授 台大教授 傅培隆先生 讲过一句话 如果没有上帝 如果没有灵魂 如果没有审判 今生活着 作恶的 就是人生的赢家 是不是 对 他讲的这就很客观 今天大陆 提倡的是什么 进化论 你我跟畜生一样 所以 进化论背后 有一个理论是什么 落落强食 四则生存 所以今天 你只要再强势 你怎么做 你就把人家的 财富 妻子 孩子 通通扒过来 你只要干得 做得到 英雄 但他不知道 背后 上帝要审判 这是今天 很多时候 我们要去思考的 一个话题 所以智慧的人 怎么样 要往招商之家去 愚昧的人的心 在异乐之家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看到 生命的终结的那一刻 我们会想 生命之后的生命 你天天 荒厌醉酒 天天好色邪荡 你这会麻痹人形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 我真的觉得 奢侈品是第一消费国 金钱 钱全色的交易 是第一消费国 为什么 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 及时行乐 是我们人生的第一追求 因为不讨论死后的问题 OK 那第二个呢 就是苦难的奥秘 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 义人会受很多的苦难 基督徒也会受很多的苦难 上帝为什么 按照人的逻辑来讲 好人一定有好报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好人不偿命 祸害活千年 是吧 为什么会这样 好 这就是神的诅会 如果说好人有好报 我跟你讲 天下好人 好人通通都是好人 你知道吗 因为为了获取好报 那好像我这样讲 有些弟兄姊妹就说 那上帝好像也太残忍了 对不对 那好人有好报 好人多了不好吗 这就是我们的短见 今天你看 我举个例子 大家来看 虽然有人说 摩西在上掌权的是 无神论者 我告诉你 错 每年 大幻见的时候 庙里面 你真的要去观察 你要做个狗仔 你要去庙里面 你去盯着那个香火 最旺的庙 我跟你讲 去的上的那个香 最贵的 都是那个位置最高的 真的 虎头山的那个 那个观音像 谁树的 你知道吗 我们的姜同心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今天没有人 是纯粹的 无神论者 是嘴巴上死硬的 嘴巴的死硬 无神论 心里面很 很真实的 你知道吗 每次到幻见的时候 跑得最凶的 都是他们 然后我们附近 有一个私立学校 每次发生孩子 事情的时候 那个校长就请到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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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然后把学生赶回去 做完了才回来 最迷信的都是他 嘴巴喊的 无神论 无神论 我跟你讲 喊得最凶的 通通都是最心虚的 OK 好 那另外一个 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 这里有一句话叫 有义人行义 凡之灭亡 有恶人行恶 道想长寿 他的 解开这句话的 前面呢 是在十三节 十三节是说 你要查看神的作为 因为神是趋的 谁能变为直呢 当我刚读这集圣经的时候 我很困惑 上帝应该 应该做什么 所以上帝把义的 本来是要享受平安的 享受长寿的 上帝把他倒过来 反而恶人到享受平安 恶人到享受长寿 为什么 好 这个就是神的智慧 如果神都按照 我们所设计的事情 我们所想象的 来做的话 那人就可以揣摩 神的心意 人就可以 就是说掌控上帝 但正因为神是智慧的 所以我们去看 预博记39章 和40章的时候 上帝跟预博讲什么 预博经历那么多的苦难 上帝跟他 预博最后说 上帝你出来我们要对话 上帝出来的时候 没有告诉预博 我苦难是怎么回事 只是告诉他 这一切的事情你明白吗 你如果不明白 你为什么跟我讨论苦难的事情 言下之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苦难那是奥秘 那是属神的主权 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把圣经其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教导是什么 所以今生在世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而且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也不要胆怯 耶稣讲过一句话 我们怎么说 我们在世怎么样 有苦难 但怎么样 在他里面怎么样 有平安 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智慧 如果说今生在世没有苦难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段时间 中国出现一个叫吃教现象吗 你们不知道 就是因为这些宣教士很爱中国人 然后为中国人争取了很多的利益 然后又签定了什么那些条约 然后有保护宣教士和教徒的协议 所以有一段时间 那些恶人欺负基督徒的时候 宣教士来为他出面 声张正义 然后中国政府压门就不敢 然后就说乖乖地把那些 受委屈的基督徒的那些利益 都还给那个基督徒 后来有一波人 恶徒就装了这个控制 你知道吗 装了这个控制 然后宣教士呢 他又不去查考 所以说宣教士是 有些时候我在想 我觉得基督徒传道来 有点傻白天 很单纯 我自己也是一样 真的是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有些时候我也觉得 所以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的 被利用 宣教士被利用 以至于你看 在一些动乱的时候 他有一些给宣教士定的那个罪 实质上不是莫须有的 是有一定依据的 那这个依据的背后是因为什么 宣教士被蒙辟 被蒙蔽了 所以为了恶徒呢 站队了 所以这个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 很大一波叫吃教的现象 就没有信仰 但是专门在教会里面 就是福家福贵的 如果那个县官出来的时候 他要说 你懂我 我是基督徒 那县官就不敢了 所以这个在中国历史 教会历史上留下了很不好的一笔 这也是被诟病的一个方面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 就是说上帝如果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行的时候 其实今天作恶的人 会慢慢地聚集到教会里面去 但正因为上帝不是恶 为恶人来伸张正义的 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时候 所以苦难和平安交织在一起 为的是让基督徒保持一颗敬畏的心 那另外一方面 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谈谈 既然苦难死亡 苦难是神给人的智慧 那今生我们怎么活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信仰 是基地气的 基地气的 基地讨论至高的智慧 同时也是在至高的智慧里面 活出今生的美名的 所以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 如果说我们今生 我们没办法活出 属神的生命和性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回过去思考 我们可能 我们信仰的根基有问题 我们当时信主的动机有问题 或者说我们现在生命的历烈 我们生命的成长出了问题 这是要思考的 那如果我们明白了很多 比如说我们知道 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 到了最后的时候 都是昙花一现 那今天你在公司里面 你在职场上面 你在官场上面 你就不会 不会 处心积虑地去设计别人 大家做自己该做的 其实是很好的 但是事实上不是 因为很多的问题存在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生命的短暂性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爱身边的人 我们要尽心尽力地去爱 付出爱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美名 所以圣经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后面说 圣经在这十七节到二十节 它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 生命真正的美名 在上帝面前 特别是十八节 说你持守这个为美 那个也不要松手 当我们观察到义和不义 很多的时候 上帝让他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但是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上帝就是这么做事情的 好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敬畏上帝 从行恶当中走出来 从死亡对死亡的恐惧当中走出来 以致我们今生过着一个智慧的人 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 传道书到了最后的时候 给了一句很好的总结 这句话怎么说的呢 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 他说这些事 前面的所有的事 从第一章开始 一直到十二章的十一节为止 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敬的本分 后面就很重要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被怎么样 神了 后面那一切很重要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我今生作恶 我福祖非为 我欺男霸女 我手段毒辣 靠自己 然后 也就是说 坏事干尽 以为我就已经赢了 不是的 所以在神的白色的大宝座前 审判的时候 恶人通通都要交代 而且就是要根据你 今生所行的恶 将来给你一个公义的审判 所以上帝的公义是在哪里 上帝的报应是在哪里 上帝的报应是在永恒 那个时候 我们可能有些人说 今生都还活不明白 你管那个干嘛 你现在讲得很轻松 真正面临上帝的威严的时候 你就不是那么轻松了 真的 不要以为说 今天看不见摸不着 然后等等等等 给自己一个安慰 不是的 在威严的公义的上帝的宝座前 天地都要退去 当上帝审判领导的时候 天地都要退去 这是何等威严 求神给我们智慧 然后帮助我们来今生 活出属神的美名 我们一起来这一头祷告 父神上帝 我们向你感恩 主啊 你的名使配得敬拜 配得称颂 主你将死亡安置在我们 生命当中 让我们为得 今生学习敬畏你 主啊 我们有很多的不够 我们对你自己的话语 也有很多的不够 主啊 求你恩待 求你将你的话语剪开 以致 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 得到生命 得到力量 而叫我们今生活着 主啊 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 虽然我们有很多时候 不明白苦难的意义和价值 但主 你既然将苦难 放在我们生命中 主啊 每一次我们所经历的 你都是为了要逃到我们 使我们经历苦难 使我们的生命更像你 主 我们不求将苦难挪去 但我们求你将胜过苦难 将胜过我们自己老我 将胜过我们自己 软弱的恩典赐给我们 以致使我们无论 在顺境逆境 主啊 我们都可以靠你恩典夸口 谢天父 我们同心祷告 仰望 所奉你爱子 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一起站立 唱上一声